第1779集 啥得好 汉城林里连一大皇族都出名了 我看古族的激进巨拨还如何敢冒进 人们知道这一战非同小可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平定了未来几十年甚至数百年的祸乱 现在谁还敢欺辱人族呢 历经几次大劫 先后有非凡人族强者出事 让古族看不透人族的深浅了 绝对不敢再贸然行动 这一战绝对打断了他们一条强劲而可怕的筋骨 皇族都照杀不误 更黄乱是其他族 再站下去可能是连灭一些太古大族了 万龙朝 这可是出过古皇 有几道黄兵镇压于守护的巨族 当年号令天下莫敢不从 就这么的败退出了北斗 古族不少人大恨 对叶凡的怒意飙升 当然 这么多的种族不可能是铁板一块 所有恨怒的人 依然是之前那些激进的大族 事实上这么多年过去了 有许多族群都与人族有往来 关系不一般了 早晚有一天 我要杀了人族圣体 不要说是古族的圣人 就是年轻一代也有不少人在发誓 咬牙切齿 这是一种强大的仇恨 以此力致 而今 人族圣体威名传天下 能够杀的人真的不多 至于年轻一代 则近乎绝望了 人族了不得 不可动 不能动 太古族老辈人物怅然 这一战位将来定下了基调 没有人会拿自己的生命去开玩笑 除非成仙路开启 不然的话 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 都将是和平盛世 再不会有纷争 若不是人魔情况时好时坏 叶凡甚至想再战一个古皇族 那样的话 就真的没有族群敢乱来了 可惜 人魔又将自己放逐进了枯寂的宇宙 不知今生还有见面的机会与否 叶凡自语 霍林洞 算你们走运 当然 这一战叶凡也深刻意识到了 他的仇恨之爆棚 但凡古族强者莫不想杀他 人族自然高兴 这一战扭转了大环境 不用再忧虑了 当然 他们也深知叶凡的处境 人族胜体牺牲了不少 自当年到现在 都在招惹古族 将自己立于危惧中 性命堪忧啊 说的也是 一些祖王肯定不希望他继续活下去 曹王有一天会下暗手 人们知道这一战的影响 大多数人念其好 认为他出了大力 可是却也有小部分人私下诋毁 有流言蜚语 无论何时 这都是无法避免的 人性本如此 神也不可能让所有人都认同 还有魔并存 不就是扫了一个万龙巢吗 何以用如此 这是无故挑起纷争 让古族记恨我等 确实如此 最近不是风波宁静了吗 就是有暗流 也不是大规模杀法 何之于去灭人家万龙巢 依我看 完全是那个叶凡 自己想出风头 让其威名扬北斗 真是不知所谓 小部分人这样议论 各种心思都有 不认可这一战的影响与作用 反倒百般诋毁叶凡 甚至有人还写了习文 要征讨叶凡 自认为妙笔圣辉文采斐然 张巨花团紧簇 这自然引发了一场风波 有人摇头 等到承仙路开启 希望他们还能这样说的出口 去亲近古族吧 叶凡听闻摇了摇头 懒得关注 他没心思理会这些 而今处理完北斗诸事 将准备上路进行 座椅墙试炼 他邀猴子 鸡子等也前往 同时建议天庭迁徙 暂时离开北斗 摆脱这个全宇宙 最可怕的漩涡 必要时再回来 承仙路开启 这也许会成为天地间 有史以来最大的变局 没有实力 就去参与 根本就是找死 到时候 天知道会出现哪些至尊 圣元子 还有姬子 都考虑上路 不过 不过却要延后 因为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些事情要处理 也许会与天之村的搬迁同时进行 人族少部分人针对叶凡 却结交 古族强者 结果被无视了 最后有一批人被吞噬着 惹出一场闹剧 不了了之的收场 败了 我们排出去的探路者 不少人死在了永恒主行 被那里的强者斩掉了 一则惊人的消息传来 在北斗星域炸响 许多古族强者大怒 进化业一凭也没有多来 还损失了部分人 我们摸清了他们的实力 有圣人王未见大圣 战家真的很特别 能够提升他们的实力一大截 一艘母船逃回 带来了永恒主行的详细消息 尤其是对进化业神效的描述 很是具体 让许多大族都坐不住了 远征永恒主行 这成为了焦点议题 许多大族都想出兵 夺取进化业 他们通过传回来的消息 认真分析 认为杀进那片古星域 没有问题 将会有大收获 在这一日 太古最强大的几个王族 还有皇族秘义 准备远征 开始调遣人手 同一时间 天之村也在紧锣秘谷 黑黄果然对道文 有极高的造诣 破解了兴门大半的秘密 结合阵台 可以实现远距离的航行了 他信心满满 即便没有母船 不久的将来 我们也能横渡天宇 拜访一颗又一颗的古星 叶凡叶将上路了 进行史上最强试裂 他要成胜 将迎战成仙路开启后 到来的变局 我去给你们打前站 天之村不需要高调 慢慢迁移过去就行了 暗中休养生息 叶凡在上路的前几天 通过一些手段与渠道 散发了他的行踪 将去域外 踏上星空古路 前往永恒主星 他敢离开此地 没有盖酒 又没有卫衣 没有人魔 谁能庇护他 我们去杀了他 古族得息 不少人锋芒毕露 若是远征 在那里相遇 他们绝不会放过叶凡 而更是有一部分人 则直接扬言 一路追杀下去 让他站在狱外 要离开北斗了吗 这是一个好机会 绿铜顶的威力有目共睹 正是因为他 才扛住了万龙灵 若是击毙人族圣体 那顶就属于我们的了 不错 此顶内运的神奇有问题 真要收服 等若一剑 击到地兵到手 价值无量 许多人难言激动 内心都快沸腾了 叶凡一旦离开北斗 那将是他们绝杀的好机会 这可不限于古族 连狱外诸圣都抱着同样的心理 要不惜一切代价 在星空中将叶凡给毙掉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自来逃 不杀你 天理难容 金屋族大军又到了 由老族冷漠地说道 亦要追杀 与外圣贤说道 我们可与古族合作 让他们提供那里的坐标 我们走星空古路 不用非要乘坐宇宙母船 人族中也有修士这样低语 他太拖大了 好狂妄 竟敢如此 我们也去 寻找机会夺进化业 若是能杀他得顶 那就更好了 人族中也有修士这样说道 这是四项圣帝 与九霄圣帝的人 这几日诋毁叶凡的事 主要是他们在推波助澜 而不久前 绞杀两大远古神朝时 他们与叶凡结下了仇怨 九霄圣帝的那头山霄 与另一位强大的荒谷精怪 也上路了 与玉外圣贤走在一起 叶凡 你这样做太冒险了 你将这么多敌人都引走 万一被堵住 这将可能会是万劫不复啊